分的长度有小拇指那么宽 黑红的外壳再搭配上百条密密妈妈的细腿 着实把曲先生吓了一跳 吓了一跳 我整个午饭我都没吃 没吃就下去 曲先生介绍说 8月中旬 他从附近的超市里买回了一整箱天幕湖啤酒 喝到第四瓶时便发现了这种情况 剩下的啤酒也不敢再喝 还说啤酒从洗瓶罐装到最后出场 都会经过几轮的检查 那么大的一条蜈蚣怎么会看不见呢 记者陪同曲先生来到了厂家 负责生产技术的范部长 首先对啤酒瓶的封口处进行了检验 刚刚开班的酒 那就通过这个喷码 在啤酒里 从技术层面上来讲可以排除 这个不是说一个小苍蝇或者一个小蚊子 你十五公 以及赔偿问题谈妥之后才能还给厂家